最后再谈到这个虚伪陈述的部分 这个最新的傅昆琦在节目上做出的虚伪陈述就是这一项 他上了友台的节目告诉大家说 两兆他所提出来三个法案跟环台高铁有关的 傅昆琦说技术很简单很好做出来 来我们告诉大家 你知道这一件事情呢 他在告诉大家说 你们都说环评没有做 你们都说可行性评估没有做 你们都说财务评估没有做 傅昆琦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这都是很简单的技术 而且评估都有做 那他讲评估都有做的时候 中江你知道 大家就很好奇啊 那你做的是什么评估啊 那现场另外一位专家何暖炫 当然就直接问他说 那你给我们看看你的评估报告是什么啊 结果呢 你知道这个评估报告呢 有两件事情让我看了真是惊呆了 第一个 这个评估报告是什么时候的 是民国79年做的评估报告 各位民国79年要做现在哦 这个2024年的时候 现在全台的环台高点 请问当时民国79年是要怎么做啊 台湾当时连高铁都还没盖出来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后来在那个傅昆琦在主持人的追问之下 终于把他手上的评估报告拿出来了 拿出来之后大家发现 你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来观众朋友注意看哦 台湾西部走廊高速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 什么意思 这个是交通部运研所在民国79年做的 针对台湾西部地区的台湾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 那我只问一件事情 他做的是西部的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 他需要去分析关于花莲台东的地质 适不适合盖高铁吗 不需要嘛 他不需要嘛 因为他做的是西部嘛 结果呢 傅昆琦马上在节目上面被打脸说 这个做的明明是西部走廊盖高铁 这里呢你看台湾西部走廊高铁可行性研究的这个 灾药报告都是西部高铁都没有东部高铁 更不会有环台高铁 那我只问一件事情 那傅昆琦这样子在友台节目上面说 他推的这三个法案 这个包括全台高铁在内 这个是有可行性评估报告的 请问这件事情算不算是虚伪陈述 对 你讲的跟事实不一样嘛 因为政府交通部就是没有一份关于全台高铁 跟东部高铁的可行性评估报告嘛 你有的只有79年的西部 但是呢 你拿来榆木混珠 告诉大家说 这个很简单 很容易做得到 那我请问你 这算不算是虚伪陈述 如果算的话 请问立法委员公然做虚伪陈述的话 这需不需要有法则呢 的确范老师怎么观察 因为我们看 蓝白通过这个国会扩权的这个五法 针对所有人 官员 人民团体 甚至个人等等 虚伪陈述就要罚20万 我说的是最重 那结果我们发现 这个立法者 自己满口谎言 而且自己在造谣 甚至要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 然后来整个事实 把他颠倒 那问题是这样的法通过之后 人民能够信服吗 我真的我们曾经经过一句话 叫做知识禁忽勇 现在反过来是无耻禁忽勇 你傅昆 其实你明明你还敢说 你是根据刑法100条 所迫害的政治犯吗 刑法100条是破坏国体 颠覆政府变更国县 是所谓的叛乱罪 而你刚刚讲过 你是炒股案 你是伪造文书案 你怎么可以说 把你自己比喻是政治犯呢 违反政交法 对啊 而且我真的觉得 真的会这么样的寡连显耻 你是侮辱到那些 因为政治犯 被国民党迫害的那些 包括像郑南荣在内的 等等的民主先进 你怎么好意思这样讲呢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 已经无耻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他一定不怕什么了 而且刑法100条 不是国民党立的吗 是民进党立的吗 对啊 国民党立的啊 所以你受害的人都是 包含民进党 包含党外人士 几乎没有国民党的人士 他现在的说法是 好像是民进党 通过了刑法100条 然后把他打入大牢 对 然后他昨天说 他要成立特征组 对 他今天说他要办大案 跟僧人办大案 我们台湾什么时候 逻辑到这个程度 我们当然不是歧视跟僧人 可是他的这种身份 他这种形象 他可以办大案吗 还是他透过以办大案为名 行权力斗争之时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傅宽奇要办大案 我是劝他 他等一下可能就要 就做一个战术背心 写一个 国民党党团特别侦察组 特别侦察组 其实全民是特别侦察组 他是办案还是夹冤报复 因为他自己说了 他说推动修法 是因为法官判我内线交易 跟这个违约交易 感到愤怒 对 所以很明显 今天就是来报复 报复那家当初判他的法官 一个一个揪出来 只要你还活着 我就办你 叫你过来 征讯 然后叫你过来 做证等等 我必须要讲 天下大乱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任何一个 这样的自治人物 你要知道你的天花板在哪里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 你们如果要这样下去 你整个党跟着傅宽奇 一起往下 从一起绑了炸弹 一起往下 从这个玄埃掉下去 我觉得你国民党 找一些正常的人 例如说像赖士堡 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 起码他 他有他的过去的 从政的经验 起码他是比较理性务实的 傅宽奇 任何政治人物 他有他的天花板 傅宽奇你在花莲 我不想讲花莲 县民大家比较宽容 大家比较 这个 没有那么计较 所以他送米 你看他这样送东西 小学生的联络作业部 马克杯 连这个米 这个物资都有他跟他太太的照片 许真伟跟他照片 连那个金子名子都有他们的照片 连名子都有 都有 那我觉得花莲县民可能也要求不是那么高 比较宽容 你这样我们就OK 我们就接受了 所以他的五星级县长 是靠这些东西来的 那你今天你的 你在花莲你可以称王 我们也不否认你 可是你要成为国民党总招 要把花莲经验复制到全台湾 那不可能 台湾其他县市的民众标准比较高 大家要求比较仔细 不可能让人家瞒天过海 你在花莲也可以这样弄 没有人会 没有人不是说没有人敢批评 没有人敢批评你 连花莲的记者都不敢写真相 写完之后可能后果不晓得怎么样 所以那是你的花莲亡国 是独立亡国 想来听一点 台湾真的有点一国两制 像这个花莲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好 孕育出了复坑期 你就在花莲 你要跟你老婆两个人 流流当县长 流当立委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你总是选出来的 你把这个东西推到全国 你在花莲暗渡成仓 横财入罩的方法 你同样要在我们的立法院 这样强行过关 是把国民党一起绑架 我真的觉得 从美丽岛电子报 可以看得很清楚 国民党的好感度 从上个月比下降了 好感度下降3% 达到32.9% 反感度是57.3% 反感度高过好感度25% 你这党怎么混嘛 你党完蛋了嘛 国民党是跟着 富坑期一起完蛋 国民党没有一个人 敢出来讲说 富坑期你不要再搞了 大家惊若寒蝉 因为富坑期现在 对不对 他现在已经到 把自己过去的 所有的罪行 全部推翻的时候 谁敢制止他 连朱立伦 朱立伦现在跑哪去了 不见了 整个党变成施速列车 一直往前冲 车长是谁 就是富坑期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今天对于自己过去的罪行 不知道检讨 不知道这个忏悔 还说我是刑法100条 我是政治犯 林涛你能够接受这种说法吗 你做一个知识分子 你可以接受富坑期 这样厚颜无耻的说法吗 可以吗 国会扩权法三读通过之后 引发全台各县市青鸟行动 可以说是片力开花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这些小草们 他们就说从十年前 就只会骗学生 自己躲在后面 还有逼梁为昌 武昌起义 完全是针对黄国昌而来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被黄国昌给骗了 黄国昌昨天凌晨 就在这个脸书上 发了一个2700读字的常文 就说这不是一场 反对国会改革的集会 更是一场讨伐黄国昌的集会 他说背弃运动 背弃改革的人 从来都不是我 然后修法过程 造成了社会纷扰 对立他要向人民 为自己努力不够致歉 然后民主改革经过30年 我们一次对历史负责 蓝平宇 怎么看黄国昌 脸书的这篇常文 是不是会让这些小草们 更坚定自己 忏悔的确是正确的 刚刚中央讲到一半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就忍不住 一声笑出来 快听不下去了 是 最近这个除了冲诗表之外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 昌海一声笑 就是那个昌 那个黄国昌的昌 那个笑 就是一个那个笑天群的笑 对对对对 那所以呢 昨天这个他讲了 2791个字的常文 就说这是一个 讨伐黄国昌的集会 还说这个背弃 他从来不是背弃运动 背弃改革 从来都不是他 那我就这个唱一句 昌海一声笑的歌词 江山肖 唱到这里 这就在讲山脚 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大家只可议会好不好 这就是这样子 好回过头来 我们再讲了 就是说到底在讲什么呢 那而且我确实 他说他像这个民众长七位委员 什么三三这个全体至上歉意 我认为只有这句话 我是赞同的 他确实应该要跟这个七个人质疑 你自己被傅宽祺给摸头 变笑天群就算了 那你还害这七个人 这个在前一天 他们要这个三赌的时候 傅宽祺不是还拍拍这七个人的这个背吗 对不对 一个一个跟他们自卸吗 从此之后 真的就再也没有民众党了 真的就只剩下大小国民党 叫做大国民党跟小国民党 真的大家以后都这样称 都称呼他们啊 都没有人家讲民众党了 都称呼的这八位就是小国民党 所以只剩下大小国民党 连蓝白都没有了 所以确实你整个是小党的关灯人 你这个害这七个人 这个连民众党都没有 已经没有白了 就是小蓝了 对确实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他 他这个致献确实是应该的啦 除了他把这个民众党 又把他关灯了 变成小国民党之外 事实上你去看美丽岛 最近电子报的这个民调嘛 三大族群民众党的基本核心 二十到二十九岁 高学历中间选民 全部都跑光了 崩盘了 全部都跑光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奇怪 那你确实是应该跟民众党之间 那到今天这个柯文哲才出来讲话 可是你看起来这这几天 我觉得柯文哲也是相对无奈 那我最后要讲是说 我觉得民众党这次为了黄国昌 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成本 基本上整个党都快变灭党了 那他的小草都变回头草 全部都跑光了 都跑去忏悔了 那事实上只有什么 只有成就黄国昌一个人 那你看你确实是讨伐黄国昌啊 因为就像这个网友讲的嘛 这就是对的 讨伐黄国昌大会 绝对是讨伐黄国昌啊 你这个已经不是背弃了 你这个是背刺 你背刺这些以前太阳花支持你的人 所以你不是背弃 你是背刺这些人了 那我还要再问嘛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上百个 这个法律专家学者都站出来了 第一个这些人是民进党 民进党可以摸头的吗 第二个这些人有比你任何一个黄国昌 你的法学博士素养来得差吗 那你一个人对抗这么多百位的学者 你就觉得你一个人是对的 那这些百位学者的 这些法律专业 有些中研院 有台大政大 东吴这些 这些人的法学素养有比你差吗 那所以为什么 你都不能够倾听这些人的名义呢 所以我认为说 他现在一个人成就自己一个人 他要换的是什么 他说实在 他还是要换他的新北市长 可是我觉得我错了 我以前我错了 我承认我错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我一直以为说 他一直要去靠黄国昌 一直要去抱国民党大腿 是希望国民党可以礼让他 可是我今天听到 我才觉得说 这才是对的 黄国昌就是要把新北市 变成这个新竹市的翻版 他要变成高宏安 变高宏安第二 对 他完全没有奢望过 国民党会礼让他 所以他现在要创造自己的声量 他变成高宏安二号 他要去碾压 碾压这个 不管国民党派谁出来 他要把国民党派出来 碾压蓝绿对手就对了 变成林庚人 他要变成高新竹市的第二个翻版 所以他现在 他要比国民党更激进 要比国民党更 就是更 就是更有猛 就对了 他要证明说 我比国民党更 当时高宏安也是这样做的 因为林庚人当时就是声势比较低 声量也没他强 那高宏安敢战啊 什么的啊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黄国昌整个就是在走高宏安路线 中了整个民众党 让民众党在所不息啊 我们当市长最重要啊 不是吗 就变成小国民党啊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 我真心 你就会看黄国昌的表现啊 他完全没有希望说 国民党你让他 我觉得国民党才要小心 你为了这件事情 你的新北市有可能就 不一定啊 就让你黄国昌 时空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想要去复制之前的模式 但问题是 现在整个的民意 包括这些七万多 全台各式遍地开花的 这个轻鸟行动 不就是看穿你蓝白的轨迹吗 舒培怎样看 黄国昌 他的这个深夜的发文 讲了这么多 然后他也说呢 七万多人抗议 他不敢面对吗 他说他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非常有耐心 仔细地跟各位说明 历经四天四夜在院会 逐条神一表决 何来黑箱之友呢 到底有多少人 会相信他的话呢 所有人都不相信啊 连续四天到现场的人 有多少 那一些人大约80%到90% 都是为了黄国昌而到 为什么 因为十年前他们跟黄国昌 站在一起 为了太阳化学运站在现场 但今今天的此时此刻 他们认为黄国昌已经背弃了他们 所以他们全部都到现场 而如果黄国昌晚上可以发千字文 两千字 两千七百九十七字的长文 来告诉大家 他没有背弃改革的话 请问这四场活动 黄国昌为什么不敢站到舞台上 告诉下面的人 我没有变 为什么躲在国会里面 连离开院会都还要警察保护他 是不是 过去十年前的黄国昌 跟群众站在一起的时候 是接受大家的喝彩 他在舞台上面的讲话 是年轻人的灯塔 是年轻人的指标 可是他现在的讲话只敢什么 只敢对着手机啊 直播啊 然后说自己很俊俏啊 然后呢 他对于他自己推动的法条的内容 还有被傅昆琪摸头的这个行为 还有过去他骂傅昆琪 现在变成傅昆琪的覆水组织 这件事情 他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不要去怪大家 为什么去责备你 因为你就是真的背弃你的价值 床外那些那么多人 以前都是他的信徒耶 是 我告诉你这一些人啊 就像我对五月天的感觉一样 因为我以前认为五月天 是台湾人的乐团 但他最近说他自己是中国人 我觉得我有点难过 但我的难过是因为 原来我的认知 跟这个五月天的认知不一样